科技部陈德新次长,工研院聚资中心余孝仙主任,产经中心纪招影组长,在座的学者专家,产业先进,媒体朋友,以及所有的余会贵宾,早安,大家好。 首先要很感谢科技部给我这个机会,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对于政府资料价值的一些想法。 从行政院的角度来说,资料本身就有公共价值,我们经由搜集分析可以解决许多过去无法处理的大规模的公共的问题,包括医疗照护、公共卫生、防救灾这些例子。 在座有许多专家会在这场研讨会里面进行精彩的讲解,我呢就不搬门弄火了。 而说到经济上的价值,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价值的运用,比方说用交通部的PTX平台研发出的各种智慧交通的应用,或者是运用我们的财政的资料来做的各种金融创新实验的应用,或者是利用我们的气象资料,随着天气变化来预测顾客需求,调整行销计划等等的这些运用,都是经济上面的价值。 不过呢,其实除了私部门的价值运用之外,台湾最可贵的就是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一旦呢我们政府开放了决策过程产生的记录跟资料,对于公民社会来说,也可以为资料添加价值,而这个价值就是社会价值。 具体来说,就是让关心议题的各界社群朋友参与协作,建立起基于事实,基于事实分享感受,基于感受参与对话,这样子的文化。 这个呢,对于化解社会的冲突,促进公共讨论,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最近呢,民间的朋友有发起一个叫做透明足迹的专案。 你是否也常常听到有人批评台湾人不关心环保呢? 其实,大家不是不关心环保,而是不知道从何关心起。 看到污染除了愤怒外,也不知道能有什么行动,甚至不觉得能改变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抓不到早晨污染的凶手。 面对环境的污染,我们总是只能戴上口罩,换绿水器,或购买更昂贵的空气晶晶机。 而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找出凶手的工具。 透明足迹 透明足迹是一个追踪企业污染数据与环境表现的计划, 透过视觉化系统,使监色的数据更好理解, 让全民都有机会掌握环境问题,并参与监督、检据,找出真正的环境凶手。 去年,我们使用透明足迹的资料库,发现了6000在10个月内出现的25000笔超标记录, 累积达到了262个违法事件。 但,正当我们要展开行动时,才发现, 这些原本该属于违法,该开罚的记录, 竟然没有任何一笔有被开罚。 我们持续追踪比对, 才发现这些超标的记录竟然全被企业用了各式各样的理由, 筑记成了无效的数据, 而环保局也因此没有进行任何的开罚。 透明足迹就这样抓出了潜藏在法规之中的漏洞, 并迫使环保署做出了修改法规的成论。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所有的这些空气污染的资料, 其实都不是由透明足迹这个专案开始的时候才出现的。 这个我们都已经监测非常久了。 但是呢,就我自己过去在公民社会参加这样子的专案的经验来说, 其实,即使资料已经开放在那边, 往往还是需要进行很多清洗的工作, 也就是我们这些学资讯科学的, 或者是学资料科学的, 或者是学新闻学或者议题社群的朋友, 加在一起才能够看得懂这些资料的意义。 那除了民众很难看懂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搜集资料像是在找七龙珠。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拼凑各个不同的资料集。 虽然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单一的data.gov.tw的这个平台, 但是呢,仍然有很多资讯是只用网页的方式, 而没有用结构化资料的方式提供的。 这些呢,常常在机关或地方政府的网站上面要一个一个搜寻。 而即使他们到了data平台上面, 它本身的品质以及这些栏位之间的关联呢, 我们还是要懂资料清洗以及资料新闻学的朋友们, 才能够去把它拼在一起。 即使克服了这两个困难, 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说, 很多开放的数据是定期更新的, 但是呢,并没有有系统的呢, 在串联之后进行备份。 所以说过去的排放状况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由这个计划, 他们自己加以备份。 但是呢, 这个计划呢, 是起了怎么样的社会价值呢? 他们从政府的开放资料, 及时监控资料开始, 去判断说, 哪些是在民众所关心的生活的区域的监测范围。 如果在监测范围的话呢, 他们可以去拿这些资料来判定说,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非移动式的污染源, 还是我们错怪他们。 但是呢, 也有可能就是民众所关心的这些地方, 其实并没有在目前的监测范围里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步推行, 所谓的空瓶物联网的这个计划, 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回馈, 就是哪些地方是民众觉得我们应该加强监测, 它这边真的有可能有一些污染源的地方。 所以只有我们在这些加起来的因素的加值之下, 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地去说, 哪些地方是确实是移动式, 哪些是非移动式, 哪些是可能境外造成的这些污染, 才不会变成是好像各自都有各自的想象, 但是却没有在相同的事实对话。 的这个情况。 以上呢, 当然只是环境资料的例子, 但是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 目前我在行政院推行开放政府这个业务的四个元素。 首先是透明, 就是呢, 工部门不怕丢脸, 把手上有什么没有什么都坦诚的跟公民社会, 以及跟私部门说。 接下来呢, 就是提供一个有系统的参与的方式, 让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这个想法, 或者有什么建议都能够纳入进来。 接下来呢, 在这个对话的基础上就是克责了, 各位刚刚可以看到, 哪些是政府应该做, 但是没有做的, 或者已经做了, 但是做的还没有很好的, 都可以经由这样子的对话逐一浮现。 最后就是多元含荣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不论是喜欢看数字的, 喜欢看文字的, 或者是喜欢互动图表的, 或者是呢, 喜欢看一些比较视觉性的, 或者是动画的, 所有这些东西的朋友们呢, 按照各自不同的认知模式, 都可以用可亲近的方式, 去看到这些资料的记录, 公开, 保存跟推广。 而我们事实上呢, 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 往往呢, 就是欠缺这样子的一种, 政策履历的这个态度。 什么是政策履历呢? 就像我们到一家餐厅用餐, 除了选择菜色之外, 还可以告诉你是怎么料理的, 食材有哪些, 像谁进的货, 在哪些地方生产等等。 这样子的话呢, 有疑虑的人, 在他想要知道, 这个政策为什么要被制定, 最初的理由是什么的时候呢? 就不会像现在, 右手边这一圈, 有参与制定的, 不管是公部门、私部门, 还是我们的机关的朋友们, 都知道彼此的意思。 但是呢, 在街上的朋友们就会觉得, 没有参考到我们的意见。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将政府现有的这个运作, 纳入这种政策履历的概念。 这样子呢, 对于发问的人来讲, 才能够得到满意, 或者充足的解答。 同样的, 在政策的形成过程里面, 透过多元的管道, 我们也可以聆听吸收各个不同的大企业、 中小企业,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公民团体的声音, 来改善或者调整政策的内容跟方向。 更重要的是, 大家建立在相同的资料跟事实的基础上, 也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在文化部、教育部、内政部议政署, 以及多位立法委员的协助指导之下, 我们最近才完成了一系列的协调。 从这个月开始, 电子竞技选手就可以申请服替代役, 就像围棋或者是其他的运动选手一样。 那么, 也已经有高中职, 要在今年设立电子竞技的专班。 未来一定规模的电子竞技比赛, 经过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的认可之后, 也可以成为选手在申请入学的时候的加分项目。 这些政策单独看起来, 也许好像都是解决单点单点的问题, 但其实后面我们有一个很完备的精神, 就是希望让电竞选手跟其他智力运动的选手一样, 可以去无名化。 在为期三个月的协调过程里面, 从十月的立院工厅会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维护这个政策履历, 大家可以在我们PDES小组的网站上面找到, 或者扫描这个QR码, 就可以看到这个政策的过程。 我们在政院主持的协调会议, 所有会议的逐字稿都全文公开在这个网址。 在这个公开透明的过程里, 我们收到了来自包括PTT-LLL版, 八卦版,巴哈姆特, 雅虎, Mobile01这些网友的意见跟建议, 这些都成为我们协调过程里面, 就事论事相当重要的讨论的依据。 当然呢, 大家现在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 这是不是只有我们数位政委办公室在做? 第二个, 假设每一个部会都有做好, 我到底要怎么找到呢? 会不会又像之前开放资料那样子, 好像在找七龙珠呢? 不过呢, 很高兴的就是, 就像开放资料有一个单一平台一样, 我们公共政策网路参与, 其实也有一个单一平台, 就是Jong.gov.taiwan。 有些朋友可能有听说过, 在这个平台上, 公民社会以及私部门的朋友可以联署5000人, 就可以希望机关来讨论一个公共政策, 或者是机关呢, 在做任何法规调试之前, 60天的时间必须要在这个平台上面, 跟大家进行意见证询。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我们在这个测试环境已经准备快要上线的, 就是我们会把政策执行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些计划的履历, 都统一放在这个平台上。 也就是说, 当它上线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看到上千个不同的应办事项, 就是各部会列入管口的专案。 你可以点击行政院的任何一个所属部会, 好比像说国发会, 就可以看到它最近上线了哪一些专案。 而这些专案计划方案, 有些是五年期, 有些是两年期, 有些才刚刚开始。 但是呢, 无论它是处于政策哪一个阶段, 它都会显示出它是哪一个更大的政策架构的某个部分。 举例来说, 我们如果点击这个资料开放与民间协作推动计划, 它就会先显示出,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公部门, 以及开发者, 以及使用者, 在里面都扮演有角色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的具体的执行项目呢, 如果再点下去看, 就可以看到它的执行进度, 它的预算执行率, 它的管考的周期, 执行的成果, 重要的工作摘要等等, 会定期的去更新。 这些呢, 虽然我们是用很容易看的这个界面显示出来, 它的后面也是开放资料, 这个是由国发会管考处, 直接上载到他们的开放资料的平台, 然后呢, 在data.gov.tw呢, 建了一个索引, 再由重引.gov.taiwan, 用所谓的资料管线的这个概念, 去直接机器对机器进行串接, 这样串接的结果就是说, 不只是你可以看到这边视觉化的一些资料, 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知道, 它的执行管考的细节的话, 你也可以进一步的进入细节。 当然, 即使行政院的上千个计划都这样子公布出来, 不表示说这个就自动做到了克责, 克责呢, 还是要靠公民社会以及私部门的朋友们的参与。 接下来呢, 您看到这上面的任何一个计划, 不管是刚刚提到的电竞啊, 或者是开放资料, 我们在推动品质要加以增加, 要融入决策过程里面, 要加以训练, 以及很重要的就是在采购的时候呢, 把这个开放的资料格式呢, 也纳入采购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东西, 它的执行的过程里, 如果您觉得我们哪里应该做, 还没有做, 或者已经做了, 做得不够好, 都可以到这样子一个平台上面让我们知道, 也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及时地跟大家对话, 并且对我们的执行进度进行随时的调整。 也只有是这样子, 这种公布门的公开的开放的这些资料呢, 才能够变成不只是单点单点的应用, 而是能够成为我们整个公民社会, 以及整个私部门跟公务门之间互相信任的一个基础。 那我觉得互相信任这件事情, 才是开放资料, 以及开放政府, 所要达成的一个最终的这个目标跟价值。 好, 我今天的分享呢, 大概就先到这里。 那先祝这个会议呢, 非常的圆满, 顺利, 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谢谢。